完了,相遇了,我们没有带伞 小贝利亚,我身上的颜色被雨淋没了 哦,我身体的颜色也被雨淋掉了 小贝利亚,有一只小兔子跳到你头上了 小贝利亚,你怎么变成小兔子的颜色了 哦,真的吗,我知道了,应该是刚才我触碰到了小兔子 所以变成了它的颜色 好酷啊,我也想变颜色 你要变什么颜色 我觉得胡萝卜的颜色就不错 我想变成它的颜色 小贝利亚,你怎么变成绿色的了 哦,好丑啊,我刚才本来想触碰胡萝卜 没想到跳出来一只小青蛙 不小心触碰到了小青蛙 所以变成了绿色了 那你再重新触碰一下胡萝卜吧 好的,那我再来一次 咦,怎么还没变颜色 我知道了,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 时间还没到 所以变不了颜色 算了,先这样吧 我们去找小赛罗 看看它有没有办法 现在就剩下小蛤蜊桥一个人在孵蛋了 蛋越来越大了 哇塞,好可爱的小恐龙 妈妈,我们去哪里 啊,我变成了妈妈了吗 对啊,我们是自然形成的蛋 谁把我们孵化出来 谁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好吧,小赛罗去打小怪兽了 我们去帮忙吧 好的,上来吧 妈妈,坐好了 我们要出发了 嗯嗯,好 小赛罗,你们怎么样了 这个咖啡怪太厉害了 森林蛙直接被它打倒了 我差点也被它打倒 一群自不量力的家伙 今天谁也别想走了 咖啡怪,我跟你拼了 花里胡哨,不堪一击 小恐龙轮到你们了 小格力强,赶快跑 咖啡怪太厉害了 你打不过它 老爸,小小贝丽亚真可爱 好想照顾它 那好吧 今天就把小小贝丽亚交给你了 让你照顾一天 老爸正好今天有事 老爸再见 小小贝丽亚怎么一直哭啊 算了,去小格力强家吧 小格力强那么细心 一定能照顾好小小贝丽亚的 小格力强 我爸爸有事去了 把小小贝丽亚交给我了 但是他一直哭 该怎么办啊 哦,让我想想 有了,你等我一下 把这个奶嘴给他 他应该就不会哭了 小格力强 你真厉害 小格力强 小小贝丽亚怎么又开始哭了 让我想想啊 哦,我知道了 小小贝丽亚饿了 那我去外面给他买点烤串去 不可以的 他这么小 不能吃那些东西的 那要怎么办啊 你等我一下 我们都等了这么久了 可是小毛毛虫还是在睡觉 再等等吧 应该快睡醒了 你们快看 小毛毛虫醒了 还打了个滚 小毛毛虫 吃饱睡足了 就下来吧 小毛毛虫终于啃下来了 我们足足等了毛毛虫 两个多小时了 我们把小毛毛虫送回家吧 小毛毛虫好像不想回家 小毛毛虫 快回家吧 不然你妈妈找不到你 会很着急的 小毛毛虫不走 怎么办啊 他不走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 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我们要怎么帮他回家呢 这个有点难办 让我想想 有了 我们可以在通往小毛毛虫家的路上 摆上他最喜欢吃的蔬菜 这样小毛毛虫就可以沿着吃的回到家了 真是不错的方法 小赛罗 你真是太棒了 那我去找些蔬菜来 下一集我们把小毛毛虫送回家 小毛毛毛虫 你最喜欢吃的蔬菜来了 快点过来吃吧 非常棒 小毛毛虫 快点过来 这里还有 小毛毛毛虫 快过来 路上都放了你最喜欢吃的蔬菜 小毛毛虫 你真棒 继续跟着我走 马上就要到你的家了 小奥特曼们 你们见过我的孩子吗 我刚才出去找食物 回来后我的孩子就不见了 原来那个小毛毛虫是你的孩子啊 是的 你们见到过他吗 毛虫妈妈 你不要着急 我们见过他 他刚才被风吹跑了 吹到我家了 还在我家吃饱喝毒 美美的睡了一觉呢 实在是太谢谢你们了 小毛毛虫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他现在在哪呢 就在那边 小毛毛虫不肯走 小格力乔正拿蔬菜叶子引导他往这里走呢 小格力乔 小毛毛虫过来了吗 来了 来了 马上就到了 小毛毛虫 加油 马上到家了 宝宝 你总算回来了 妈妈在这里 太谢谢你们了 帮我把孩子送了回来 不客气 能帮助你们 我们也很开心 在这个系列 过来 母踪 ATH 感谢观看